不少香港人曾經在小時候幻想水斗 而水斗病毒仍然可能潛伏在人體內 隨著年紀增長、免疫系統日漸衰退 病毒可以在多年後復發 引致大臟拋診 即是俗稱的生蛇 長期關注疾病預防工作的家庭醫學專科醫生朱維勝 根據政府資料說 香港50歲以上感染新冠病毒的大約有52萬人 他們或許會因為免疫力下降而令生蛇風險上升 銀騎士聯合創辦人林淑華就說 現在政府沒有提供任何預防生蛇相關疫苗的資助 市民需要自費到私家診所接種 價錢大約1800元至5000元不等 建議政府可以就生蛇疫苗資助 進行效益評估和研究可行性 等50歲以上的高危人士先打針 最後將疫苗納入行上的接種計劃 ноч behind you Fly 可惜 你們 還有